在中国清朝初期的时候 为了保护国有领土的完整 清朝军队尽全力进攻阿古伯军队 最终将他们驱除出境 而到了19世纪的中期 西方的实力大增 野心也随之增加 想要称霸世界 西方列强们跃跃欲试 沙皇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占领了我国东北部的大部分领土 而这并不能使那些贪婪的人得到满足 还将注意力集中到我们的西北边疆地区 也就是现在的新疆等地 我们都知道 清政府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是很腐败软弱的 在1864年 无能的清政府便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将我国西部的领土划分给了沙俄 有超过44万平方公里的地方 就这么不知珍惜的交到了别人手中 实在是可惜 在1865年时 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实力大增 并支持阿古伯率领众多的将士打进了新疆 原本沙俄就吞并整个新疆的野心 现在又有阿古伯的加入 新疆的局势十分危急 在1871年 沙俄终于按捺不住野心 向我国新疆地区发起进攻 并占领了新疆的伊犁地区 那么伊犁对于新疆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此新疆就面临着支离破碎的风险 在这之后 亲政府虽然无能 好在我们还有很多爱国的有志之士 左宗棠率领军队进行反击 最终将新疆部分土地收复 使中国的领土得到了初步的完整 并让那些对中国虎视眈眈的人们 看到了中国的实力 19世纪中期 英国俄国都争相抢夺地盘 使其成为自己的殖民地 增加自己的领土 新疆这块大肥肉 他们当然不能放过 阿古伯就是他们的一个缩影 在英国的支持下 阿古伯找准了时机 趁着新疆内部混乱不安 便带领军队进攻 深入到新疆内部 建立了名为韩的假政权 那么随后 沙俄看到阿古伯抢占了先机 并且看到有利可图 便蠢蠢欲动 于是一鼓作气 占领了伊犁 清政府也不是完全的腐败 那么看到这种景象 也是心急如焚 当时的清朝内部 正在爆发海防 筛防之争 所以对于新疆一时难以顾及 于是慈禧太后便召集了 宗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等人商量对策 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乐 新疆乃化外之地 茫囊沙漠 赤地千里 土地极薄 人烟稀少 乾隆年间平定新疆 请全国之力 突然收数千里矿地 增加千百万开支 实在得不偿失 一尘看 新疆不负 与肢体之元气无伤 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那么此时时任陕甘总族的左宗棠说话 天山南北两路矿产丰富 瓜果累累 牛羊遍野 木马成群 煤铁金银鱼石藏量极为丰富 所谓千里荒漠 实为聚宝之盆 我朝定顶厌读 蒙部环卫北方 百数十年 无风随之景 故众新疆者 所以保蒙古 保蒙古者 所以未经失 若新疆不顾 则蒙部不安 收复新疆 势在必行 如果不是左宗棠的距离力争 估计清政府就放弃新疆了 当时新疆的面积远超三百万平方公里 可想而知 这是一块多大的面积 好在之后权衡之下 慈禧太后任命左宗棠全权处理新疆事务 决定要把失去的东西再收回来 那么左宗棠理性的分析了新疆的局势 新疆远在边疆 交通很不便利 那么所以他将作战要用的武器 粮食等用品提前送到了新疆 并且选拔并组成了一支高素质的作战队伍 左宗棠率军从兰州出发 到了甘肃之后 制定了一个暂时的计划 就是地毯式的进攻 争取每一战都取得胜利 免除后患 并且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的方针 命人带领一部分人到乌鲁木齐 另一队去哈密 这样来防止敌军往北或往东逃船 阿古伯也不是什么擅长 知道左宗棠的计划之后便想出了对策 随后 刘锦棠率领乌鲁木齐的军队到达古城之后 进攻了富康 那么富康这个地方十分关键 阿古伯派白岩虎在此镇守 刘锦棠知道直接正面进攻太危险 便选择了最稳妥的偷袭方式 那么假装在大陆进攻的同时 则沿着小路包围古墓地 那么在休息了几日之后 亲军开始了猛烈的进攻 冲进古城将守军全部剿灭 白岩虎看此驾驶便抛弃城池 向南逃窜保密 徐战虎也从哈密出发 在延迟与张耀相遇后 一同出发进攻图路番 一开始刘锦棠是使用包围的策略 杀死敌军三千多人 那么后来改变策略 将士们分为六个阵营 继续在图路番作战 而刘锦棠率领骑兵攻打托克逊 托克逊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纷纷逃窜 但是都无济于事 最终向亲军缴械投降 就在同一天 在东边的军队进攻也十分有效率 打开了南疆的大门 阿古伯看到这种形势心急如焚 最终因急躁吐血而亡 那么他的儿子仍然坚持抵抗 对抗阻挠清朝军队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我们清朝部队的前进 最终南疆的各个城市已经完全收回 随后左宗棠带着棺材 乘胜追据 誓死要收回师弟 并随即向伊犁发起进攻 少俄看到清军的实力如此强大 也有些害怕 所以最终选择了与清廷进行协商 那么最后达成了中俄改定条约 决定将伊犁地区归还给我们 而通过收复新疆 也让西方的恶狼们看到了我们的实力 中国临街的国家众多 足有14个之多 邻国多边疆的摩擦自然就多 诺大的中华自上而下5000年 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自然是游刃有余 毕竟很多老祖宗的智慧 都是值得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